今天來到艾米達精靈古樹莊園 營業時間是早上9點半到下午5點半 我們進去看看吧 莊園外面就種了很多種花 品種還蠻多的喔 種的色彩繽紛 色彩繽紛 我們來到路口處了 我們進去看看門票折疊50元 我們剛剛買了全票跟半票 我們現在要入場啦 GO 這裡有精靈服裝拍攝 好謝謝 左手邊那邊嘛 這邊佈置的都好可愛喔 真的是精靈 許多小精靈 小精靈 開照那個是要租借免費的 免費 好啦我們現在中午時間我們要先去用餐 然後這個園區的外觀 稍微先暫時簡單的 讓大家瞄一下 等一下我再詳細出來拍一拍啦 這時候天氣超好的 所以怎麼拍都漂亮 說到來到這邊的話 其實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來這邊拍婚紗 可能也蠻適合的 但是呢 像我是北部人的話 是不太可能會來這邊拍婚紗 除非是像住在高雄屏東 我覺得屏東地區 來這邊拍婚紗的話會比較方便 來這個莊園呢 很夢幻啊 你就會感覺到你好像來到那種 小精靈王國的感覺 裝飾弄的是很可愛啊 好可愛的小房子啊 有沒有像這邊的話你可以去跟他租 反正那個免費租借的啦 但是租借就是 會有一個小小的衛生 大家可能注重衛生的話 可能不見得一定每個人都會去借 但是你穿佛就可以好好在那邊拍照 很可愛啊 我們再繼續看看 這個就有一點像惡魔的巨人 躺在這邊 好多小精靈啊 Welcome 那邊也有 這個園區 其實繞一圈 其實範圍並沒有很大 但是裝飾都很可愛 那喜歡 來這邊拍拍的啦 很適合 花 還有這個小蘑菇 像這裡的話佈置如果有 應該說有裝一些小燈飾的話 會更漂亮 晚上啦 因為他這邊營業只到 好像印象中只有到五點半吧 是有點小可惜 畢竟屏東新疲這邊 晚上的話其實是還算蠻鄉下的地方 哇這應該是可可愛小動物區啊 天氣熱熱的 這是什麼動物啊 哇這裡面熱熱的睡啊好可愛喔 可愛小動物這個就兔兔啦 喔兔兔 這裡有小小的旋轉木馬 哇小王也在這邊啊 哇小王也在這邊啊 這邊的設施 一次十塊錢 硬幣 喔 哇哈哈你好酷喔 小酷妹 哎呦 我們從房屋的周邊走了一圈 我們去看看正前方的吧 艾米達精靈谷 艾米達精靈谷 這邊也是佈置的很可愛 很漂亮 小熊 我們再看看這裡的佈景 貓頭鷹 這邊佈景很嗚 看到什麼了 真的是小精靈王國啊 有沒有有人穿天使裝 還有兔兔的頭髮 髮枯 門票可以一個人可以折底50元 那這是菜攤啊 有素咖哩 還有咖哩雞肉 泰式的喔 還有義大利麵 排餐的部分 墨西哥 炭烤雞排 還有紅燒牛奶飯 檸檸檬雞腿排餐 檸檬雞腿排餐 飲料的話就這些啦 炸物 雞塊 巨無霸熱狗 好我進去啦 喔喔喔喔 這是裡面的用餐環境 用餐環境 用餐環境 海室 還有可愛小熊座位 它這裡有比較天然的冰淇淋 口味很多 有草莓歐雷阿 還有紅巴勒阿 愛文芒果阿 焦糖脆皮阿 還滿多種的喔 那這一份是烤雞腿排 那這個是檸檬雞腿排 那這個是檸檬雞腿排 這鍋香腸 奶油義大利麵 其實我們這所有的餐 都有 飲料跟濃湯 還有果凍 小丸怎麼不吃麵麵 你再吃冰淇淋 嘿 柔軟的笑笑 爸爸吃香腸檸檬排餐 哇 裡面真的是有那個草莓果肉耶 孩子就是喜歡吃草莓阿 這風景漂亮 還有這兩座對望的巨石 剛剛摸了一下 其實它的材質並不是巨石 空心的木材質 空心的木材質 前方有個小精靈木屋 也很可愛 精靈步道 哇 哇 好可愛的古鐘喔 還有那種象徵月亮太陽 可愛捏 哇小朋友都好可愛喔 小丸要來走走喔 有沒有看到巨人 巨樹 最有那個原住民色彩的啊 帶小朋友來看一看 看他小那個 迷你的那個香菇小房子 那家餵魚啊 餵魚 有烏龜 烏龜在那裡 好多魚喔 還有烏龜 烏龜 來呢 認真餵魚喔 有沒有看到烏龜探頭 來餵烏龜 有烏龜 好多喔 好多隻烏龜喔 好多喔 媽媽有烏龜耶 烏龜啦 烏龜也在吃魚飼料耶 烏龜 好多魚都來了耶 好多喔 大魚小魚都有耶 好烏龜耶 哇烏龜在吃魚飼料 棒棒啊 我們要換兔兔的 兔兔的飼料 好 會兔兔吃草 看兔兔你怎麼都在搶草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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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不要搶 好可愛喔 搶耶 兔兔 餵兔兔啊 兔子過來 他過來了 兔子真的過來了 兔子過來 他都聽得懂耶 對啊 兔子過來 哇 兔兔真的有在吃你的草耶 兔兔有在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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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呀 我這裡沒有草 你不要跳這麼高 來來來 來來 來來來 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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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兔 白休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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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跌擊來 愛吃蘿 hanging 蘿蔔和青菜 蹦蹦跳跳 真可愛 我們要餵叔叔 天竹鼠吃 吃草 這樣子餵 餵牠吃 這隻吃得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哇 這又好小隻喔 好小隻喔 你應該要餵牠 你怎麼放那裡咧 這裡很適合親子活動 這裡也算是一個生態 有小動物區的 景觀 景觀餐廳 那在這邊簡單的分享啦 掰掰